哈哈哈哈, 今天咪咪又開箱, 今天開什麼呢? 不是開這些筆記簿, 因為剛好正在工作 是開五金, 今天是介紹哪一樣東西呢? 就是介紹這個 Kinepix, 終於知道了 一個水喉鉗, 叫鯉魚鉗 這個很特別, 第一是在國家訂回來 香港買的多數都是銀色的, 這個就是黑色 我覺得可能香港也有黑色的, 只是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8728250 Self Locking Self Locking 代表你鉗住它, 它會站穩 我又轉頭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鉗一下 這個是一個Self Locking 1TB 防電, Made in Germany 所以這個我很喜歡, 我也是來老Phoi粉絲 哈哈哈哈 好, 再來 嘩, 真是非常極之喜歡 這裡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這個就是, 移動前移動後 還有一個Self Locking Kinepix 這裡有24個芽, 按住這個按鈕就可以 很快, 移動出移動都可以 很紮實 其實這個鉗, 我也覺得手感不錯 那你說, 是不是完全最好手感呢 老實, 我覺得防線是最好的 但有一點黏黏黏的感覺 每次買到這個品牌都是這樣的 對了, 它這個叫做Coba就是這樣 它有另一隻就不是這樣 就扔一下扔一下 那個就不懂 Self Locking System 暫時相信它 都可以扔一下廠量 其實我們都 對了 在開機之前, 我們可以看看牙齒 你看到呢 是 算是很精密的 這個牙齒已經是 算是一個很精密 看到嗎? 又幼的, 而且呢 它很棒就是 先拿開這個 這個開了 你看到呢 它這個位呢 嘩 那個焦點 看得到 對了, 它特地不平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平的時候 夾東西就沒有那麼緊 它這裡是有一點點彎 所以它合起來的時候 現在畫面看到 它是可以夾得緊一點 對了, 除了有大小牙齒 然後有兩個方向 裡面最幼細有一個夾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 櫃系 好合理 這把東西櫃系 就是我覺得 好, 看看重量 重量 重量呢 就是394g 那是10 10寸長 可以拉個尺來看看 對 10寸長 這個東西就是 我自己就 非常 極之 喜歡它 今天先介紹一下 再見 拜拜 好, 明明今天繼續開箱 是介紹什麼呢 是個五金 叮叮 是 Wiha 一個很出名的德國牌子 咦 這個Wiha 就是 Professional Electronics 這個型號 這裡也寫了 是 Z503 10 10 10 沒有估計錯 應該是18cm 長 看看 真的 多一點 18.5cm 就當成18cm 它是這樣的 它有兩款 一款是便宜一點 這款是貴一點 為什麼買貴一點呢 因為第一 它是咬得很盡 它可以剪很闊的東西 是的 當然了 你很少這樣也剪得爛 所以它前面就有一個扣子 在這裡 對 給你扣住 舉個例子 我剪這個 剪的時候就滑開 它靠這個扣 這個扣 就夠了 扣住了 就可以剪到 對 這個鉗是非常大力的 還有它有一個 小小的技術 在這裡 只要這個 放下來 等一下 這個放過來這裡 這個鉗就可以 有一個 自動彈開的功能 對 就是這樣 不用就是收回它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它是 它是 剪 電線 是好的 可以建造那些被子 還有它這裡分三個 斜 你看到 第一個斜 斜 斜 一個小圈 第三個 一個大小圈 可以給你不同的情況使用 而且非常手 這個很棒 重量 重量 是227.6 手感強的 沒有那種黏黏的感覺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Wiha 一個 100V 防電的 剪鉗 在哪裡做的呢 一直看見 Jerman 看不到其他資訊 一千屋 防電絕緣 對 還有一個 Wiha 的信心logo 在這裡 好 今天先介紹一下 再見 拜拜 好 今天繼續開箱 介紹五金 介紹一個很棒的東西 是一個和你徒生有關的東西 就是這些大力鉗 這些大力鉗 其實跟一般的鉗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鉗就這樣夾夾夾 對不對 這個大力鉗 原來就是 它 我們叫蛇鉗 中文 不知道 這樣 一夾下去 肩膜就在這裡 看到 它有兩個 支點 一夾下去 它是等於兩倍的力量 對了 這個鉗 是可以單手操作的 好 先介紹一下這個型號 這個型號就是 712220 712220 它寫著一個叫Piano 不是琴 是一種金屬的粗度 3.6mm的Piano 金屬 級別 都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是 差不多是WIRE 最高級別 這裡你可以剪 有時候有些消防員 可能有些東西被困 都是用這個剪去剪 是非常好用 還要加上一件 這個新版的特別設計 是德國製造 它也是德國製造 還有它有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這裡平 看到嗎 它原來這裡是可以 有整個 加起來有30度 變成你可以起釘的時候 就非常方便 就可能很貼著平面 你看到 這裡是非常之平的 這個就是 它的賣碟 看看重量 先拿一個綁出來幫充 那就是 378g 我先拿一個拉車 把腸凍 腸凍 就是 21cm 今天就是 介紹這個 質量是非常之高的 手感強 還有這裡這樣的設計 是幫助你 四隻手指一起發力 非常之甜 就是這樣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樣 你說剪東西 起釘 螺絲 一些很強的金屬 如果用級別來說 就是Piano的 鋼線 3.6mm 這樣也是可以處理的 好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樣 多給大家看一個360度的觀看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明明有開箱 今天 計 阿芝 我們 我們 好